今天是中秋節十五月圓 也是最近這兩年來最年 不過要看到月圓 中南部的民眾是比較有機會 北部東北部民眾要靠運氣 因為有分比較多 不一定看到月圓 另外在去上郊 現在也表示關島附近 現在有一個熱帶性的隔壁 有可能變成紅胎 去上郊要再去觀察 雲汐順著東北風移進來 今天在北部跟東半部這邊 一整天雲量會比較多一些 那會有一些短暫鎮雨 雖然一整天都有下雨的機會 不過整個下雨的形態上面 是比較短暫的 就是雲汐飄進來 下雨陣雨之後 應該還是有機會可以看到陽光 那整體來講 因為在北部跟東半部 雲量比較多一些 所以如果今天晚上 大家要賞月的話 在北部跟東半部的朋友 可能就要碰點運氣 明天開始 特別回合上班上課 也是因為受到這個熱帶性 隔壁或最近的影響 明天開始到佩戶 受到隔壁的影響 北部東北部地区有地獎嗎 中南部以後是一樣過程後 有局部第一次 尾鎮雨的天氣